中國知名的鋼琴家 三十九歲的藝人李雲迪 驚爆性交易醜聞 這是中國官方媒體央視 公佈了這一項最新的消息 說他也認了違法事實 已經被依法行政拘留 李雲迪他曾經在春晚上面 跟王力宏演出 還拿過中國十大青年領袖 知名度非常高 出現這樣的負面消息 合作品牌紛紛切割 在春晚上跟王力宏一起演出 中國高情家李雲迪 五度登上央視春晚 還拿過中國十大青年領袖 這樣的指標性人物 卻捲入性交易案 中國官媒央視貼文 北京朝陽公安分局 貨報依法查記 發現三十九歲的李某迪 正與一名陳姓女子性交易 經審查對違法事實公認不惠 已經被依法行政拘留 央視還直接點名 李某迪就是李雲迪 有鋼琴王子支撐的李雲迪 近年參加多項綜藝節目 人氣相當高 捲入性交易案 中國音樂家協會 立刻發聲明撤銷李雲迪的會員資格 李雲迪微博上的介紹中 重慶政協常委 全國清廉常委等身份 也被拿下 僅剩下國際鋼琴家 除了聲勢瞬間跌落谷底之外 還可能面臨巨額求償 牛奶 音樂品牌汽車等 甚至還擔任廣州城市形象代言人 部分品牌已經將李雲迪 形象照影片下架 接下來恐面臨品牌求償 相關綜藝節目是否將他消失 也是一大問題 外加上中國近年來 嚴格控管藝人形象 李雲迪接下來的演藝生涯 恐怕畫上休止符 華視新聞 臺北報導 飯詞 parameter 貓鶴溜 員列